因人在玉界中是因爱玉而来的,所以也必须在此玉上了知,由玉界修持,升华到色界。 在我国古代的佛教中有八大流派,而密宗就是这八大流派之一,而密宗双修就是密宗流派之中的一种修行的方法,也叫做是欢喜禅。 密宗双修顾名思义就是将的男女双修的意思。 双修大家应该都知道吧?就是男女亲密接触。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密宗双修相关介绍。 双修而不设,密宗双修又叫是欢喜禅,据说白蛇船里面的法海就是修行的此功法。 此功法有个非常不正常的要求,就是在男女双修的时候不允许射精,不允许射精,不允许射精, 重要的是说三遍,卧槽,是不是很不正常啊? 做这种事情竟然还不让射精,这你马是要憋死人的节奏啊。 也许就是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得到呈现吧? 欢喜佛的修行之法,密宗双修是佛教里面欢喜佛的一种修行之法,又称为欢喜禅。 通过男女XXOO来进行修行,欢喜禅一般指的就是密宗双修。 密宗是佛教八大流派之一,唐识流传非常广,甚至当时日本佛教的主要派就是唐密, 不过现在只在西藏一带流传,所以密宗又称藏密。 以欲治愈的欢喜佛,欢喜佛是一众心性和佛性的修炼, 乃一种建立在色即是空,空即是色,色不亦空,空不亦色,教义上的以欲治愈。 密宗传说中的密宗双修法就是欢喜佛的修行之法, 妩媚多姿的明妃,是残暴的明王修行时必不可少的伙伴, 他们欢乐低和畏一体。 撒花 明妃真是舍身取义,乐于助人的英雄有慕有。 佛教为何会出现密宗,而且密宗为何会有男女双修这一回事? 密宗里说,人体的脉络有无数条,其中最重要的是三条, 从左鼻孔,眉心,右鼻孔出发,经头顶,再到尾锥下端。 修行人周而复时的导音座,中,有着三条脉络运转, 就会激发出处于尾锥下端地一个叫昆达里尼的成分。 这个昆达里尼的成分被激发出来后,要是能够自主控制它, 人体就会进入或者接近于沉浮状态,身体变得沉明通透,清零舒畅。 大概是有人后来发现,人的高强度的性高潮,也就是昆达里尼被激发了出来。 就是说,通过性行为,同样可以达到成佛状态。 但大部分男人的性高潮感受没有女人那么强烈, 很多女人在性高潮时,会一时模糊,会失重,会抑郁,会抓狂。 男修行人必须找一个女伴,来帮助她也达到这种强度的性高潮, 这个女伴必须也懂得运袭掉脉,这样使男女双修成位互惠。 法海的双修之法,当年看到张曼玉说,想不到你是我第一个男人的时候就很纳闷,喂毛啊。 他又没吸你,你轻轻他摸摸他,你就破除了。 现在懂了吧? 他们真正的XXOO了。 又见张曼玉说,你到现在也不敢看我,法海答,不看也知道你在干吗? 张曼玉意思是,我这么美,你不看我,把我想象成老母猪,你当然可以不S了,你当然赢了。 此时的曼玉发出销魂的声音,法海的眉头越皱越紧,画面开始出现一种昏黄的光线。 去翻了李碧华的,青蛇,原著,电影根据此小说拍的,才看见她的胶带,原来是法海定力开始失常, 她的那条绚丽夺目的彩虹开始变得暗沉,逐渐消失,突然法海深下突然喷出巨大的气泡,水面都沸腾了于是法海一个震怒,就念起咒语,收回了自己的所以下一个镜头,那条和曼玉缠绵的大蛇已经木有了,曼玉疑惑地上浅探,为毛你的心跳这么快。 小青在王法海裤当里一摸,于是她立刻明白了刚才法海生下那些气泡是神马回事,她俩是做了,法海还S了,青蛇得出结论,你输了。 所以,密宗双修,算是很高大上的性行位了。 因人在狱界中是因爱狱而来的。